HELLO 好,那等一下圆角矩形点它一下 好,这些十字游标拉取一下,OK 好,再测试一下 那拉住 拉取它的时候呢,按住左键 然后呢,再搭配上下键也可以 比如说,我现在再按上键 好,方向键,那下键呢可以这样 OK,就变成一个有角度的矩形 好,再往上键,好,一直推 好,放开 那记得一下,就是刚才有实物操作过 因为这个版本呢,AI版本是CS5的版本 那最新的版本是CC版 好,之前有说明过 了解一下,那如果是最新版 这边角度会有四个圆圈圈的圈点 可以拉取它,然后控制它的弧度 那目前因为是CS5 旧版,所以呢,是没有这个圈圈点 那没关系,就用上下键去拉取即可 好,那就说明一下它的一个新旧版的差异点 新版有圈圈,那旧版没有,OK 那我现在目前是CS5,旧版的没有,OK 它运用的就是上下键的意思 好,拉取它一下,然后呢,键盘上键 好,可以控制它的弧度的意思 好,那再下键,往下,就是方向键的意思 好,可以变正方形 然后自行调整几个上下键,OK 好,接着是看一下 那色盘,刚才也大略练习了一下举行工具的色盘 再说明一下,在上面 左边呢,上面还有右侧 就三个工具的一个功能列看一下 那最主要是以上面为主 好,然后我看一下 先操作一下,比如说现在点HIM 这个好了,然后呢,第一个是 第二个是线条,线条红色 好,第三个是粗细,好,假设是 20好了,好 那这边有很多的线条,然后自行去测试 那这边也有很多的线条,可以自行测试 那也可以还原就是基本的 好,OK,那我再看一下 这边是什么 好,这边还有很多就是样式 比如说我点这个 它就呈现这样 那如果不要的话 就点选的是,就还原 看一下 这边是有阴影的,看一下 那这边是,就恢复原装 都没有 好,这边是样式 这个我比较少用到 那之后可能会常复性 大家也要解一下即可 好,那假设我现在要有颜色 再点它一下 好,黄色 等一下 记得要点选物件 然后再点取 才可以 等一下 好像有点跑掉 再一次 点它一下 OK 好,这边 好,第二个是框线 好,红色 然后呢,加粗 二十 二十 十八 好了 OK 都可以 好,那再看一下 旁边这个导览区块 好 剩下的样式 好 这边还有这边 大家看一下 一二三 大概 比对一下 好 接着是 比较特别 我是个人是觉得 刚才 看到这边有颜色 这边是色盘 然后这边还有笔刷 笔刷 笔刷 然后这边 这边是漸层和透明度 然后这边是一个路径 比较天色 大家看一下 一二三四五 有很多色盘 那 现在看一下 最上方的这个 这个地方 好 点它一下 这边有颜色点它一下 好,其实是这样 这边 好 这边有一支 有点是一个CMYK光谱 然后下面是色票 好,那假设我现在是 好 这边 点它一下 它做变化 看你点哪里 颜色 即可 好 那假设点黄色 绿色好了 好 那假设 这边都不喜欢 这边还有其他颜色 点它一下 好 这边做个变化 OK 好,假设我现在是黄色就好 OK 那再点它一下 这边 颜色这边有一个按照 点它一下 色票也是也有 OK 好 那再点它一下 这边又呈现一个 好 CNYK 然后这边 点它一下 呈现一个色票 比较单纯的一个色票 然后再点它一下 就 呈现一个CNYK 有点类似切换 的感觉 好 那这边的话 比刷比划 我个人是觉得右侧跟上方 这边的区块 有点大同小异 应该是一样的 那这边是比较细的一个功能 那上面的话是一个快速功能 的意思 OK 好 那目前 那些是圆角矩形 接着是椭圆 在它旁边有个椭圆 好 大同小异 快速操作一下 比如说点它一下 好 椭圆是这样 OK 那或者是往右上网一下 OK 那假设不要的是正远的话 也是一样按 按住它之后 搭配的是ALT键 然后呢 再按住SHOCK键 可以呈现一个正远的意思 好 这很简单的概念 再看一下如何当比例 跟举行差不多 差不多大同小异 的方法 看一下 刚才练习过 等比例 比如说中心点拉去 一二 然后呢 按住ALT 搭配 然后由中心点拉去 一到二 最后是搭配SHOCK键 可以等比例 好 就是长方形可以变成正方形 然后呢 橘圆可以变成圆形的意思 OK 好 这个时候操作 很简单的概念 好 以上是AI11 圆角矩形以及橘圆的 一种方法 很简单 接收操作 OK 到底复写完毕 看一下 那目前的工具箱 举行 圆角矩形 橘圆形 已经练习完毕 接着是多边形 还有心形和反光工具 三个 OK 好 有空的时候再来练习一下 好 以上是AI11 圆角矩形 橘圆工具的练习 OK 再练习 好 ALT搭配一下 空白键拿去一下 好 记得 旁边这个色盘 好 这边 可以按住它 点它一下 这边有个按钮点它一下 好 我觉得这个色盘蛮特别的 好 然后呢 色彩参考这边也有 好 点它一下成一讲 好 这边也可以去操作